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经两年办理修复工作正式完成通行 画面上是地内吊桥工程修复完工通行典礼 在地居民相当开心 一起跟市长和议员走上吊桥 体验基隆河滨之美 那在111年我们要上任前 它因为在施工有一些封闭 然后呢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又突然发现这个吊桥有倾斜 那一个吊桥有倾斜 真的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 所以又多花了这么一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抱歉 不过像现在完工了 大家期待已久 那未来这个吊桥也会有一些现状 那我们会把一些安全维护做好 也希望暖暖定内的民众多多的来使用这个吊桥 在一个安全无余的载种跟情况下 我每次跑各邻里的时候 各里也都在讨论这个吊桥 那长久以来在地方上也好 在议会上也好 在事务团队也好 都一直非常关心努力的 让我们民众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公共设施 谢市长对于基隆市的市政 相当的认真与相当的用心 他某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有了 他都会重新去更新 重新去施作 我想今天也非常开心 所以开心是因为这个好事多么 那我们定内吊桥终于可以启用了 看到我们周边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 也前来一起共襄盛举 让我们这些特别是定内地区 依赖这个定内吊桥来运动的人 能够早一天能够来使用 我想大家对这样子 应该对周边的环境 大家都是期待的 那现在也把它做好了 那我想目前的居民会是非常开心的 7点到9点或9点到10点 这个时间也很多人在这边跑步 见走 其实这整段的使用率是非常的高 那有赖未来就是定内吊桥 串接我们整个休息的环境 把它串接的更好 让我们整段自行车道的 进入河岸的步道来做一个串接 那未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使用它 那我们也感谢今天在这一次救护工程里面 所有有帮忙帮助到的所有的团队 跟所有的辛苦的人员 我们感谢他 他们很期待从台北一路骑脚踏车 骑到这边经过瑞芳 甚至从瑞芳一路经过定内吊桥 骑到淡水 这一段路同时是自行车 基隆河自行车散步道 同时也是淡然古道的北路 其实有非常多的里民 甚至北北基的里民都非常期待 这件事情还麻烦公务处务必 未来再多加的协助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共同来使用 一起爱护珍惜这座吊桥 公务处陈耀川处长表示 店内吊桥是在98年11月完成 桥林有15年 这次修复是经过施工团队的努力 提前在9月份完成 以便利居民通行 目前公务处也在吊桥主塔 增加监测仪器 定期做安全检查 为吊桥安全来把关 公务处也提醒 吊桥最大的通行人数为40人 陷重4800公斤 这个吊桥仅限行人与自行车牵引的方式 步行通过 严禁机车与自行车的骑程行驶 记者黄日生 陈熟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拆梁团体到金融市政府门口召开记者会议 高举30项罢免理由的看板呼口号 呼吁市民站出来投下罢免票 对此市长谢国良说 有信心打赢这一场战争 霸梁团体13号到金融市政府门口举牌 列出30个罢免市长谢国良的理由 比较多人知道 像是狗狗肉跟 呃 阮蔚问金票票 还有就是 呃 一些人工草坪这些 就是比较 花费人民纳税钱的一些政策 是比较多市民有共感的 对 那我们这一次的罢免呢 其实就是也是凝聚了 就是大家是来自于不同各个政党立场 凝聚了大家的共识 对 那大家都是想要让基隆变得更好 所以选择站出来 所以我们也呼吁各个政党 无论蓝绿都要来理解 就是我们这次罢免理由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基隆人 想要基隆更好的诉求 针对反罢免团体 最近指控民进党介入罢免 志工代表也提出了回应 嗯 其实政党应该是 有他们自己的考量跟立场 对 我们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没有办法代表民进党 来做一些任何的发声 我们不是民进党的人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帮他们代言 那民进党的决策 我们都是给予尊重 对 因为就是在 还是要再次强调 就是在民主社会里面 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跟立场 都是自由的 而拆良团体 到市安府举牌诉求 市长谢国良也正面回应 不论是我们现在平日跟市民的互动 或者是我们从这个暑假 长期准备以来的有感政绩 我想我们已经得到多数市民的认同 我想罢免团体当初所持的旅游 从法律上来看 现在已经毫无正当性 其实市民朋友都看得到 这就是基隆某些绿营的政治人物 在政权失去后 所不甘心 长期规划所进行的一个政治反扑 我想最后的投票 我有信心 我一定会开出一个好的票数 再次证明我们这两年的施政 是正确的 也让市民有感 也要证明这个罢免是没有正当性的 不论是基隆的罢免 或者是明年的大罢免朝 我们都希望从基隆就能够把它阻挡下来 市长谢国良持续跑行程 参加地内吊桥 修复工程 启用典礼 力拼 施政有感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 新美市长侯友宜到信义市场 与谢国良扫结拜票 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来到基隆信市场 新美市长侯友宜 陪同市长谢国良扫结 寻求支持 侯友宜超高人气 和民众热情互动 他上任以来跟新北的合作 可以讲密切勇敢承担的往前走 我们可以叙述 前几天我们还来卖小姐 环保交流 最重要的基隆人想关心的是基隆捷印 基隆捷印 他常常跟我做了很相熟的讨论 我们一心一意 新北 基隆 甚至台北 我们要更承担起基隆捷印 能够及早规划兴建 这到底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一个人真打拼要做事的谢国良市长 现在对着很大的挑战 这些挑战 其实我们都可以很清楚 他的人真做事的精神 绝对可以胜过任何别人恶意的抹黑跟挑战 所以我在这里跟国良市长说加油 我们用力合拼人这个做事 做出我们人民有感的成绩 现在是和你一样 都聚会 距离投票日只剩下四周 国民党最新民调也出炉 我前几天有收到党中央给我一个最新的民调 那这个不赞成罢免 是市民朋友的一个多数的想法 但是有要出来投票的 也是不同意罢免比较多 但是不出来投票的 还是不同意罢免占大多数 所以我们如何把更多的市民朋友 反对对罢免厌恶 但是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出来投这个不同意罢免这一票的 仍然是我们未来四个礼拜重要的工作重点 所以那当然就还是回到今天 非常感谢侯市长 他的人气他的魅力 一定可以帮我带出更多的不同意罢免票 针对媒体询问 民进党是否介入罢免案 市长谢国良再度说明 我当选后三天 最有陆续传出很多罢免相关的新闻 在我就任后 很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私底下的谈论范话 都指向只要满一年以后 就会开始准备要来罢免才刚当选一年的谢国良 我想这个跟任何实际上的议题都没有关系 不管任何议题都可以 最后要倒向的 就是要满一年后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 我想这个在基隆的房间 如果大家去了解 看听 我想这个都是房间都已经充分了解 所以我们只是客观的把事实点出来 然而这样子的一种思维 跟这样子的一个手法 我想终究是不会被事实朋友所认为 早来来营营重量级新北市长侯友宜站台 陪同谢国良扫接拜票 呼吁10月13号 一定要出门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国民党力挺基隆市长谢国良 但拆良团体也在同一个地点宣布 战车宣讲团启动 强调在剩下的一个月 会持续增加与市民交流的机会 10月13 同意半年 10月13 同意半年 拆良团体聚集在新一区公所前 高举看盘 呼喊口号 向选民提出诉求 还是期望我们可以不断的跟市民来去做沟通以及交流 不要只是让谢国良动用行动资源 导致于今天每一位里长都在里面的活动 来分发反罢免的吻宣讲 那我们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然后来前进大街小巷 然后来去告诉今天市民朋友 一定要出来同一罢免 才是对靖良的未来是有益处的 不过前小时 来营才请来新北市长侯友宜站台 地点就差10公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外 拆良团体决定延后时间 那刚好新一市场其实是一个大点 那我们也很意外 刚好今天在同时 我们一样选开了这个地点 那因为我们其实 原本早上9点就要开始 在新一市场的站车活动 那一样就是为了尊重不同意见的民众 所以我们才延迟到10点才真的是开始 那我们同样也是希望不同意见的民众 都可以去尊重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不要有互相攻击或是冲突的状况发生 宣传战车正式亮相 出现在新市场也引起了民众目光 我们希望这台战车是可以进入大街小巷的 就是我们不会只局限在市区 我们每天都会去规划不一样的路线 让每一个行政区都可以让这台战车可以去经过 然后让市民去了解说今天的发明理由是什么 或是让大家清楚知道今天10月13号要出来投同意网绵 蔡良团体呼吁大家10月13号要出门投票 表达自己所想要的基隆未来 记者黄梢明记录报导 另外立法委员谢龙介 李燕秀林佩祥在安乐区陈胜城社区 力挺谢国良展开宣讲活动 我们不同意罢免 10月13号 我们不同意罢免 市长谢国良在立委谢龙介 李燕秀和林佩祥陪同下来到安乐区开讲 谢国良说罢免走到最后变成是一场闹剧 是非黑白所有的市民朋友都看在眼里 这一场罢免从开始现在到现在 就如同佩祥委员说的 已经变成一场闹剧 已经没有正当性 而且罢免的理由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论述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呼吁 希望台湾政局稳定 希望基隆良善风气可以持续的 大家都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这一票 我们已经请来大咖谢龙介 李燕秀帮谢国良站台 选择在安乐区 1800户的社区和民众开讲 看到一个両方戏 故意 认真 还有打拼的市长 去给人家拗勉 人家说好人如果叫一叫 那些人就会唱唱了 所以我是路肩不平 法党最初 我对台南包一台隔壁 又多隔壁车来到隔壁 我就是要为了不公不义来发声 你看看这间公司的这么大间 叫做内斗 你如果是一间有社会秩序的公司 适合判令你输 平衡忘了 反正 要跟隔壁车市政府 和国良政府 来做一个选择 这样不得对 结果不是 你是叫警警 百警警 恨到司法来拖延 人家不必交助金 可以繼續營業 多人人敢吞下去 惡霸團體 還有背後 某一個政黨 直接在背後做操作 金融市民 要的是一群 一個能夠為金融市政 可以持續推動市政的團隊 而不是整天 在做認知作戰 操作的團隊 更何況 最近講的幾個議題 其實不論是 都是過去民進黨自己所做 無論東安商場 這個包括裡面人事的問題 被最後走上司法的問題 都是在林佑昌任內 還有包括台唐的幾個發報的案子 也都是中央 這些都是民進黨過去 八年執政的案子 所以我們這一次 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金融市民是有智慧的 眼睛是雪亮的 看到在有限的警力 有限的預算之下 謝國良謹守財政紀律 把市政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在10月份 那一天的投票日 10月13號 我們反惡霸 我們出來挺良善 我們相信金融市民的 眼睛是雪亮 一票一票 我們還給認真 努力 清廉的 謝市長團隊一個公道 社區代表特別送上衝 象徵勉力市長謝國良 往前衝衝衝 國良市長 衝衝衝 祝你成功 國民黨立委齊聚 幫謝國良站台 邀請金融市民 10月13號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記者黃昭明 金融報導 共和民黨立委 为自己省荷包 这个日子要记牢 只有符合地价税减免 或自用住宅用地 等优惠税率的条件 今年在9月23日前提出申请 就可以交比较少 现在申请很便利 在家就能完成 赶快下手 错过就要等明年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厌倦了大都市的喧嚣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美类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很实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台湾精神发挥得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 基隆有宝物猎人 艺术家找寻的宝石在哪里啊 源自台湾的古老染色艺术 究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中秋节前夕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三分局致赠中秋节礼品 感谢警方的辛劳 中秋节前夕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代表金友站到第三分局致赠中秋节礼品 感谢警方的辛劳 由三分局分局长佟保贤代表收下 三分局第三办事处来致赠这个 就是一点小礼盒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也感谢大家真的在你们这个我们在地方的一个治安 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想大家都知道安居瑞市一定摆在第一 那你们是站在第一线的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很支持你们 其实也是受我公公的影响 我公公说人民保姆跟民意代表都是要接触民众 所以民意代表跟我们的警察都是一样 都是接触最基层最基层这些老百姓 所以是最最辛苦 那我是说我最最辛苦 我愿意出来为民伏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就是一个缘分 那我也会跟大家一样跟这些警察同仁一样 能够为大家伏也是我的一个荣幸 谢谢大家 满满的心意 还有他的团队 那个把我们辖区内的治安 还有交通还有的像警察工作 做到更好 来回复我们的市民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好 再次谢谢我们副议长 谢谢 副议长杨秀玉认为 警察经常面临维护治安和交通等繁重的工作 建议大家培养良好的兴趣嗜好 适时疏解压力 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记者 郡松 基隆报导 另外六堵慈奉公 特地办理中秋爱心活动 分送日常生活用品给弱势加户 受到市议员张耿辉和曾宜芳的肯定 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曾宜芳 基隆市长谢国良秘书陈宇玄等人 一起陪同慈奉公住持和主委副主委 以及志工们参加这项秋节送暖活动 做一些比较我们中低收入后的一些 趁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 发放300份的我们的一些米 还有一些我们的日常用品 中秋节前夕位在基隆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奉公 受到奉仕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 特地办理中秋爱心活动 发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民生物资 给将近300户弱势民众 帮助他们也受到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和曾宜芳的肯定 来领取秋节爱心活动物资的弱势民众 同样倍感温馨 今年马林地区的柚子灾情严重 不仅柚子外观卖向不好 产量更是十年平均的十分之一 可说是七年来产量最惨的一次 它的底部比较平的 这个柚子是比较甜 比较好吃 农友在成堆的柚子里仔细的挑选 卖向好的才能够装香 但仔细看大部分的柚子 几乎外皮都皱巴巴 不过实际用仪器测试 刚采下来甜度就有十度以上 是昨天刚采的 它的度是只有十度 但是放着给它吃水以后 比较软的话 那个柚子就好吃 为什么会好吃 它里面做比较软的话 它就开始甜度会增高 一度至两度 这个村巷钉过了 那果云 有钉 果云就是用这个抓 实际来到柚子园 原本应该到处可见 树上结石类类的柚子 但连这株三十年的老虫 原本每年都有一百多颗的产量 但今年只剩下十三颗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颗只有十三颗 七年是一百多颗 最少一颗有一百多颗 因为我给人家任阳 保证六十颗是台风来 或是有什么情况 但是都是超过一百颗 但是今年这个都不敢 人家任阳都没有挂到牌子 农友张青坡82年开始栽种 每年中秋节前 都会产出一万多斤的柚子 不过今年受到花开期极容下雨 加上荔枝村巷肆虐 一整个柚子园到处可见 被虫咬过的落果 农友欲苦五累 被村巷钉过了以后 钉过一个洞一个洞 它里面的汁流出来 这不要几天 三五天它就掉了 村巷是午夜节以后它会出来 所以还是专门钉柚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防止 就是只有那果蝇有用年纪 还有那个果蝇燈脸 但是村巷没有办法防止 只有用抓下那个王子去抓 但是人工来抓的话有限 所以被钉了它 几天它就落果了 它就流汁出来落果 那里面就变黄黄了 今年产量只剩下十分之一 尽管如此 农友还是挑选卖下好的 维持往年一斤五十元价格 卖给民众 不过因为产量大减 明年势必产收会受到影响 目前已经暂时不开放任养之外 也不排除放弃这片果园 可说是七年来灾情最惨重一次 记者黄绍铭就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我们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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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想知道 吉雄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做回來 民眾實地走法體驗基隆的味道 社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月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支撐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哦 投資標股 賣向財富自由 歡迎你 讓我帶你走向成功 歐根的老師就賺了10萬哦 我剛賺到人生第一場金了 注意 這邊有個新的投資標的 50萬 包你吧 只有10個名額 我要吃啊 網路投資陷阱多 穩住不賠是詐騙 歡迎多達1.5版詐騙專線查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到100元不到5秒鐘 但是一出門 我就看到 阿嬤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買菜 超飽油門 我也只能輕輕的踩 學校附近有陰拉郎 醫院周邊有老大郎 人車擁擠處有探賈郎 5號這行車有咱處來人 整條路都自己人 特定區域小心 簡速隨停 讓愛隨行